怎么了呀 我瘦了最近这两天 哎呦 看你把你可怜的 我没见你肚子有多小 我现在80公斤 我现在瘦了79了 瘦了一公斤 腿软没劲 我现在爬山爬到咋回声了 没劲呗 今天腿软 腿软 你是没吃啥 明天早上就是到妈那去吧 直接把这个 炖出来留下一份带过去 行了 啊 快了 最后一个 我们吃一半留一半 拿去给妈妈妈吃的 哎呦 这孝顺呀你 中国好媳妇呀 你这口气还粉刺我呢 这上辈子 记得了呀你 你记得了 是不是我 干着活你还在这 帮着干活 想弹性都没有 哎呦 快回家 这还洗啊 这洗完不过水 过完水以后 还要洗一遍 温柔一点 看看看 他又不是你 我想这么温柔干啥 女人就应该温柔一点 不要搞这个女汉子那样啊 师傅我把我逼成女汉子 没办法 葱姜 葱姜 白酒 片瓦过水 噢呦 这一大盆 全部倒进去啊 哦 全部倒进去 小心哦 你慢点 现在就开始炖 这一大盆 好了吗 好了 我 行 赖火虫呀 那 必须 吃饭爷俩 靠劳靠劳你吗 对 技术可以啊 嗯 超级辣 这个 猪蹄子爸吃了 舒服啊 还有吗 有我给留了一份 留的倒是回家煮票带过去 嗯 好不好吃吧 好吃 给 我们拿筷子吃吧 这里面炖的黄豆 黄豆炖猪蹄 算是红烧的吧 这个我做的这种方法 算是红烧 好香呀 你不是最近 忙活我的生日 又费脑 又费体力 又费 又费钱了 给你做顿好吃的靠劳靠劳你 再加上你不是说你最近瘦了吗 腿软吗 就吃一瘦吧 对啊 你 你上次给我买那个骨头叉子的时候不是说的吗 吃哪补哪 你腿软给你买几个乳鞋子 让你补呀 吃啥补啥嘛 对啊 而且 我特意炖了四个 你两个我两个说 你上面两个下面两个 我发现你做肉菜还可以啊 确实 我做肉菜可以 还是爸说素菜可以 说这个你会做肉菜我会做素菜的啥可以说明 有个问题 啥问题啊 老师那种 勤俭吃家过日子的那种 哦 或是活活的 你说 你是老师吃肉 可以过日子 这真正是得了便宜卖乖的人吗 你这是 经常吃肉 不会过日子是吧 嗯 行了 我们家你一会过就行了 我要再会过的话 米果都没活路了 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会过就行了 你看我好歹给你补腿了 你腿软我给你 弄的猪肌上面还有肉 你上次给我 补颈椎和腰上面整个就是骨头叉子嘛 咱们给你买个猪肚不得 你吃了 好好补一补您的脑袋 你来劲了你 你都吃啥补啥嘛 你买个猪肚 好好补 我买个猪屁股 给你爸补 前段时间我身体不太舒服 家里的伙食就没好好搞 其实都是对付着嘛 这两天 我喝中药缓过来好多 就可以给他做好吃了 今天上车 53公斤 涨了一公斤 53公斤3 涨了一公斤啊 真是空腹 我不用 慢点 不行 还能涨了一公斤啊 我喝了半个月都重要了快 涨了一公斤 可以 只要涨了一公斤就行 嗯 只要别掉 嗯 你给我来点黄瓜丝 老是在过瘾 这就来一点 过瘾 这肉都从骨头上掉下来了 我这猪蹄做的 不亚于那个八楼的猪蹄吧 味道 嗯 对 差不多 是吧 这有一个八楼猪蹄 特别有名 我过了这次生日 把秋总开始忙回来了 费尽心思想的给我送啥呢 而且还 四方钱也倒腾空了快 所以赶紧给他补上 妈妈可不可以帮我夹一大筷子黄瓜 好 嗯 这种吃完不久 又得长一公斤 那好呀 好什么好 我写给你呢 把你 辛苦的那一公斤再补回来呀 要不然你又开始叨叨了 好 蒜饭还是比外面好吃的 好 嗯 嗯 外面真正死 不健康 不健康 没有那种 饭味 也没有夹的味道 是吧 吃出个夹的味道啊 夹的味道就是吃 就是在家吃 嗯 老婆做 对 就叫夹的味道 你还摁的你 柴米油盐酱不炒 就是夹的味道